欢迎收看熊之作,你们好 看过我帝都之旅vlog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在那支影片中约定会把全聚德北京烤鸭的晚餐 独立做出一个影片来的 所以今天我就来赴约啦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帝都之旅的vlog的话 赶紧点下面的公告栏中的链接回去看啊 我本来就在北京大学逛 所以就来了离北京大学很近的清华园店 但我没有预约,要排40分钟的队 幸好没有去全门店 不然你们都知道,全门店是最有人气的嘛 那不预约,估计是吃不上了 这支影片会详细带你们看我点的菜和整体的上菜过程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看下去吧 清华园店的全聚德 在门口有一个用毛笔字写的全聚德的招牌 底下还真的有一只鸭呢 是不是很可爱 可以拍照打卡了吧 终于到我们啦 服务员带我们进去的路上 我就发现全聚德主要都是以红色和黄色为主的装修设计呢 现在菜都上来了 我点了有一个干锅花菜和这个是豆腐丝 其实我也点了一整只烤鸭 来全聚德怎么能不吃烤鸭呢 但是那个烤鸭因为厨师需要现烤嘛 要40分钟才会上来 所以其他菜就已经先上来了 当当这是我们点的一整只烤鸭 有将近一斤呢 现在我们点的烤鸭厨师已经料理好端上来了 我们点的时候选择把皮和肉是分开来放的 所以这盘是鸭皮 这盘是鸭肉 然后这是鸭头和鸭尾 点烤鸭的话 全聚德会另外给你28张包烤鸭的面皮 也还会给你调料 调料的话 有葱 榨菜 砂糖 蒜蓉 烤鸭酱 黄瓜 总共有五样调料哦 至于烤鸭的鸭架部分 我选择炖成了汤来喝哦 开动后 我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鸭汤 之后我要开始包烤鸭了 我现在所知道的包烤鸭的方法 总共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我在日本全聚德学到的包烤鸭的方法 另一种就是和包春卷的方法一样的包法 这两种包法 我都会放在这支影片里 供大家参考哦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 别忘了给我点赞转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故宫和长城的影片 会在接下来的两支影片发出来的 那我们就下支故宫的影片再见咯 拜拜 哦对了 记得看完哦 我会在影片之后 放上我对全聚德的评价的 我们下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